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鱼姓 那么鱼这个姓氏的话呢 其实在我们百家姓里面 发这个音的呢就有好几个鱼 像先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鱼 鱼天的鱼 这个鱼 还有谁 那个鱼 对 还有另外一个鱼 那个鱼要怎么讲 鱼天王 不是鱼美人的鱼 鱼美人的鱼是这个鱼 这个鱼啦 用写的好了 一下子找不到适当的人 因为很多人大概都不认识 我们台湾的鱼天 这位老牌的歌星 这个鱼 所以有好多个都是同样一个发音 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事呢 我们一般都讲这个二沟鱼 如果是猜字来这个理解的话呢 二沟鱼的这个鱼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它也是出自于鸡姓 是周武王后代激发的子孙 后来也是以国民为室 怎么说呢 周武王打败上周王之后 大封诸侯 那么有一些是因为军功的关系 而受封的 比如说像江泰公 那有一些就是他们激信自己的子孙 像周武王的第二个儿子 鱼鼠 他就被封在鱼这个地方 所以后来呢 鱼鼠的子孙呢 就以国民为姓 那有一部分就保留了 这个义字边的这个鱼 那有一部分的话呢 就把义字边给拿掉了 就剩下了我们这个姓氏的鱼 所以有这个源头 那么又根据陆史的记载 那东海呢 有一位鱼工的义孙 他本来呢是呢 这个汉人 后来呢因为随着拓跋归 迁徙到戴北这一带 后来呢就在呢 这个戴北这一带呢 又繁衍生息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孝文帝呢又迁都洛阳 进行汉化改革 所以呢这位鱼工的后人 也呢跟着呢 北魏的孝文帝 又回到了中原地区 所以他又恢复了鱼姓 所以呢这一只呢 也是从呢 北方再迁徙回来 其实他原本就是鱼姓 因为呢改姓为 这个少数民族的姓之后呢 又蔡迁回中原之后呢 改姓回鱼 这是第二只 那第三只的话呢 是唐代 淳于氏的后代 那淳于氏的话呢 他为了要避讳 那么如何避讳呢 原来啊当时呢 这个唐献宗的时候啊 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淳 那淳于氏的这个淳啊 跟李淳的淳啊 本来是不同字 可是因为音一样 所以呢为了要避讳 所以呢就把淳于的淳 给拿掉了 就剩下了鱼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呢 后来鱼姓的源头 那宋代呢也有部分 纯鱼氏 后来呢减审为鱼氏之后的子孙啊 又回复了纯鱼氏 所以呢这个也是呢 有中间一些变化的过程 那么第二个部分 迁徙分布呢 我们就请同学们啊参看一下 文字的部分 我们就不细说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唐号 我们来介绍一个 于姓的唐号呢 叫做中肃唐 那中肃唐的典故呢 是跟明朝的忠臣啊 于谦有关 那么于谦呢 当时呢身为朝廷的兵部尚书啊 掌握了全国的军事资源 军事的调度啊 都在呢 他在掌握之中 那么北方呢 有一个少数民族啊 叫做瓦拉 瓦拉呢 进犯大同 这个大同呢 就是后来我们山西的大同事 所以呢 当时呢 因为明英宗啊 他呢 御驾清征 结果呢 就被瓦拉呀 给俘虏了 那瓦拉俘虏 这个明英宗之后呢 当时呢 国内啊 震动 因为呢 当时的国都北京啊 距离呢 山西啊 其实呢 是不远的 好 所以呢 就有朝臣认为呢 应该要呢 赶快呢 南方迁都 那么呢 避免啊 被呢 这个瓦拉呀 攻陷首都 可是呢 于谦啊 他身为兵部上书啊 他坚决反对 因为呢 如果这个时候呢 迁都北京 会造成啊 明星的动荡 好 恐怕呢 敌人还没进犯 我们自己内部呢 就已经分崩离析了 好 所以呢 他为了要呢 稳定明星 而且呢 不要让呢 明英宗啊 被呢 瓦拉给 夹持 而要挟呢 明朝 所以呢 他就呢 立往黄南 而且呢 主张一定要呢 另外再立国军 好 所以后来呢 于谦啊 就涌立了明景帝 来集位 好 然后呢 明景帝呢 集位之后呢 又呢 为以于谦重任 好 由于谦啊 去呢 打败瓦拉 好 结果打败瓦拉之后呢 明英宗就回来了 明英宗回来之后呢 那明景帝呢 就必须要退位了 好 那退位之后呢 明英宗 回朝之后呢 就呢 针对这个事情啊 又做了一番检讨 那本来呢 于谦啊 是为国为民着想 好 所以呢 他并没有个人的私心 可是明英宗呢 就误听了 奸臣的谗言啊 认为说呢 你看 于谦啊 他就是呢 不顾皇上你的死活呀 所以呢 就呢 弃居保帅 所以呢 当你身陷了 敌人阵营的时候呢 他居然啊 改立另外一个皇帝 就不打算呢 要把呢 英宗宁啊 接回来 所以呢 明英宗啊 就这样子 被误会了 于谦 他的声明大意 所以后来 就呢 杀害了于谦 所以于谦呢 是多年之后呢 被平反 所以呢 才呢 由朝廷啊 颁发誓 叫忠肃 所以呢 子孙呢 就以此为唐号 所以呢 你看 一代忠臣于谦 其实呢 他完全没有私心 也不是像 奸臣想的那样 可是呢 皇帝啊 就是呢 耳根字软 总是呢 只想到自己 好 所以呢 就因此呢 误杀了忠臣啊 伤了很多 朝明 成名的 这个心 所以呢 明代 之所以负面 其实呢 就是因为 有太多这种 纷扰 那么宦官之间 还有呢 跟这些 世代夫之间的 权力纠葛 那么也都呢 在 这个宫廷上面扳演 所以呢 明代的 这个灭亡 其实呢 很大的原因 都是来自于 内部的纷乱 好 那我们看到 第四个部分 历史名人 跟大家介绍一位呢 渔公 好 这位渔公呢 他呢 是这个西汉的 非常有名的一位 这个 算是判官 那渔公呢 精通法律 那治愈呢 非常的情景 而且呢 善于绝育而成名 所以呢 不管事情的大小呢 他都呢 明察案法 他都仔细来推敲 认真来审理 就是不希望呢 有冤狱的产生 那后来呢 这个渔公啊 当时呢 有判过一个案子 经手过一个案子 是在呢 东海郡啊 有一位呢 很年轻的校妇 这位呢 年轻的这个媳妇呢 就守寡 然后呢 侍奉呢 这个婆婆 那自己呢 本身啊 没有呢 儿女啊 所以呢 很多当时代的人啊 都劝他 既然啊 你呢 也没有儿女 然后呢 你的丈夫也死了 你又很年轻 所以呢 你是不是改嫁呢 其实他的婆婆啊 也跟他说 没关系啊 你还年轻啊 你就改嫁吧 我也不想他耽误你 没想到呢 这一位呢 寡妇啊 这位媳妇啊 非常的孝顺 所以呢 不愿意改嫁 而且呢 还把呢 婆婆啊 当做自己亲生的母亲啊 来侍奉 所以呢 这个婆婆呢 其实呢 也非常欣慰 还好呢 晚年啊 上子之痛啊 能够有这个媳妇啊 来呢 悉心照料 也稍稍抚平啊 他的这种 这个痛苦 因为毕竟啊 白法人送黑法人啊 就是人生一大悲事嘛 好 所以呢 这个媳妇啊 很用心照顾婆婆 那婆婆也很体谅 这个媳妇 而且呢 这个婆婆呢 也到处跟人说 说呢 她呀 也不希望这样啦 她也劝过 她的媳妇啊 改嫁去 她也不希望耽误 她媳妇的青春 好 所以呢 这个婆婆呢 后来 受媳妇照顾几年之后呢 左思右想啊 觉得呢 自己老了 不中用了 如果呢 在狗活于世间啊 只是呢 拖累啊 这个媳妇而已 所以最后呢 这个婆婆呢 是上吊自杀 好 那上吊自杀之后呢 那这个媳妇呢 当然也很上心难过啊 好 后来呢 是这个婆婆的女儿 也就是这个媳妇的小姑啊 就跑去告官 说 她的妈妈是被呢 这个媳妇啊 给害死的 那当然啊 这个献太爷啊 后来呢 就逮捕了这个媳妇啊 然后呢 就这个 这个言行拷问嘛 好 那这一位寡妇呢 这位媳妇呢 就坚持说 没有 她呢 侍奉婆婆很用心啊 这个街坊邻居啊 都可以呢 证实 是婆婆啊 自己啊 其实平常时候呢 就有这种亲生的念头 而且很多人都听说过 好 结果没想到呢 她婆婆啊 真的去上吊自杀了 好 所以呢 她一番的辩白 不过呢 现在也好像呢 不相信 好 再加上呢 这个女儿啊 一直啊 这个强烈的怀疑啊 这个媳妇 是要呢 谋财害命 好 所以最后呢 就呢 往上呢 去送承 好 好 结果到了俊的时候呢 俊太守呢 就拍板定案 好 就说 好 这个应该是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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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死了 好 她的 这个婆婆 好 所以呢 最后呢 还是啊 以谋杀罪啊 定案了 好 所以呢 这位媳妇啊 就被杀害了 好 那渔公啊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帮这个媳妇说话 而且明察暗访 找了很多的人证误证 可是呢 俊太守呢 都不答信 好 都不相信 好 所以呢 最后呢 渔公啊 也很无奈 好 所以呢 她也觉得自己啊 有一点责任啊 没有好好的为这个媳妇啊 平冤照学 好 结果呢 往生之后呢 后来呢 那个俊三年啊 大汉 好 完全没有下任何的鱼 好 所以呢 老百姓啊 苦不宽延啊 然后呢 民间呢 就开始说 说呢 这个俊太守啊 误判了一个 孝席啊 好 所以老天爷生气了 才降下大汉三年 好 让我们啊 老百姓啊 受苦日子啊 好 那后来渔公呢 他就呢 跟这个新任的 接位的太守说 啊 前面的太守啊 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导致啊 我们这个地方啊 三年啊 一滴雨都没下 是不是 你呢 以太守的身份 好 到呢 这个媳妇的墓前啊 好 跟他忏悔 跟他呢 道歉 好 看看呢 这样子啊 是不是呢 能够取得他的原谅 好 所以呢 新任的太守呢 也能按照渔公的 做法去做了 果然 祭奠完毕之后呢 好 然后呢 还为他呀 这个做了牌坊 好 表彰他的 节意 所以 马上 就呢 下了寝盆大雨 好 所以呢 老百姓啊 真的相信 冥冥之中啊 其实呢 天理昭昭啊 好 所以呢 这位协夫啊 其实呢 他要的就是一道 一句公道话 他要的就是呢 能够呢 不要被世人所误解 好 所以呢 这也 在民间啊 流传很广 那其实也提醒着什么 提醒着我们这些司法从业人员啊 好 其实我们在审案啊 在判刑的时候啊 都要公正客观 绝对不可以呢 有这个私心作用 更不可以呢 有呢 误判的情势 否则 带来的不仅是呢 阳间法律的一个究责 更可能的是 因私的一个追讨 好 所以这个啊 在民间啊 大家都非常流传 也很相信 好 那我们看到呢 第二位啊 于姓的历史人物啊 于成龙 那于成龙的话呢 是呢 清朝人 那他原本呢 是这个地方的信令 而且呢 在呢 他的信令的任上啊 就呢 非常的 这个尽忠职守 后来呢 也呢 受到朝廷的提拔 后来呢 就一路的平步清云 那 在呢 于成龙啊 二十几年的这个官场生活 生涯里面 三次呢 被朝廷啊 这个标选为 卓益啊 这个卓益的话呢 就是很卓越 然后呢 特益 是呢 非常非常高的荣誉 一般的这个官吏啊 能够得到一次卓益 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于成龙呢 有三次得到卓益 所以呢 他很 这个 克尽职责 而且呢 很廉洁 很刻苦 去呢 为老百姓啊 来服务 所以呢 深受呢 百姓的爱戴 那康熙皇帝呢 对他呢 也非常的包扬 所以呢 在后来 很多的小说啦 还有呢 后来一些连续剧啦 如果呢 有涉及到呢 康熙皇帝 这个朝代的情节的时候呢 于成龙呢 往往都有一些角色 在呢 这个剧情里面 都会被提出来 那后来呢 康熙皇帝啊 对于成龙呢 也很信赖 因为他长期观察 于成龙这个人啊 是真的很 很竭尽所能的来 这个操办的公务啊 所以呢 对他呢 相当的倚重 是我们于姓的 历史人物里面 非常的正面的一位 代表人物 好 那第三位的话呢 于又任 他的时代呢 就更晚近了 他是呢 陕西人 那原本啊 他的字呢 叫做又人啊 那又人的话呢 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呢 就会比较负面一点点 就是引诱别人啊 那通常引诱别人 我们用又这个字呢 在现在的语境的用法的话呢 通常都会有呢 用一些诈骗啊 或者用一些利益啊 来呢 这个 促使别人啊 来做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的语境啊 是比较负面的啦 其实呢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 这个又人啊 其实呢 他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又人是寻寻善诱 这讲老师啊 寻寻善诱 导引学生啊 好好的立志向学啦 所以呢 一个词汇啊 你看看 才不过是呢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他的词汇的用法 跟语境的 这个情境的改变 就有呢 很大的落差 所以昨天我们有谈到 对不对 文字语言啊 其实是与时俱进的 是约定俗成的 所以呢 又人啊 他从原本 讲老师对学生寻寻善诱 到现在我们讲又人的时候呢 往往都是比较偏向于负面的 这个落差就相当大 那后来呢 于又人啊 他这个字呢 他就把这个又人啊 因为谐音 他就把它呢 读成了又任 因为音很近 所以呢 写成了这个字 那么他的本名啊 反而呢 比较呢 没有被大家知道 因为后来呢 于又任 于先生啊 他就以字 代名 所以后来呢 所以后来呢 在呢 很多的官方的文件啊 在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都自称自己叫于又任了 其实他的原名啊 叫做伯循啊 是呢 近现代呢 非常知名的书法家 那于先任的书法呢 其实啊 经过几十年的淬炼 其实他是反仆归真 所以如果有机会 大家呢 去看到他的字帖 或者是在网路上 看到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影片 大家会看到 他那个字 写得很 仆浊 就好像小朋友呢 在写那个 刚开始写字一样 就是呢 很有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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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仆的 这个 这个趣味 那我也曾经 请教过以前 我服务的 学校的 同仁 他也写书法 那我就请教他啦 我就说 于又任的字 这样子看起来 好像呢 我也能写啊 他就跟我说 黄老师 你这样讲 你就呢 自己试试看吧 他说啊 他自己呢 也临摹呢 于先任的书法 不要认为说呢 好像啊 他那个字啊 很简朴啊 很朴着啊 可是呢 那真的是 几十年功力的淬炼啊 不是呢 你哦 拿笔 随便涂秧 写出来的 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最主要呢 是他的布局 他是呢 经过一些巧思的 并不是呢 随便的 挥笔而就 而且呢 他这个 笔笔的 一个贯注啊 跟你真的 信笔 随手这样子乱挥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他是仆中带巧 他跟我讲这一句话 我就慢慢的去观察 真的耶 我自己呢 以前也练过书法啦 那么经过我们这位老师呢 他跟我说之后呢 我还真的 去临摹他的字啊 余先的字 真的哦 我们自己呢 按照他的字来 做临摹 其实写出来的 完全都没有比例 所以他仆中带巧 这个考评啊 我就相信 真的是呢 书法的成就 已经到了一个 极致的时候呢 才能够反仆归真啊 不容易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看到 下面一个姓氏 204 惠 惠这个姓氏呢 好少见哦 一般我们在呢 名字里面啊 经常看到呢 女孩子的名字有惠 可是当作姓氏呢 在现在台湾呢 真的不多 那我们看到惠姓的话呢 它是出自于皇帝的 这个后代 专婿 那专婿的孙子呢 叫做吴慧 那吴慧呢 有一个儿子呢 叫做陆忠 陆忠呢 这个第二个儿子呢 叫做惠莲 所以呢 惠莲的后代子孙啊 就以惠 作为姓氏 流传至今 就是第一个来源 那第二个来源呢 就是惠姓啊 也有从呢 激姓派生而来的 好 就是呢 我们在 这个周天子呢 有一位呢 周惠王 这位周惠王的惠 他的嗜号呢 也被 这个子孙啊 来沿用 作为姓氏 好 那 还有呢 就是呢 惠姓呢 也有从呢 归姓派生而来的 春秋之代的成果 有一位陈熙公 陈熙公的儿子呢 有一位呢 名字叫做公子惠 那公子惠的话呢 后来他的子孙啊 就以呢 公子惠的惠 他的名 作为姓氏 那成果的话呢 先前我们也陆陆续续 在别的姓氏 跟大家介绍过 他是呢 舜的 后代 所建立的中国 所以呢 他是归姓的国家 所以呢 惠姓的这一支呢 就是从归姓派生而来 主要呢 是有呢 这三个源头 好 那我们看到 唐号的地方 有一个很特别的唐号 叫做景延唐 那景这个字的话呢 其实呢 在我们训古学里面啊 这个景呢 就有大的意思 伟大的意思 那这个典故呢 是呢 跟宋朝的一位呢 县官有关 这位县官呢 名字叫做呢 惠仇 惠仇啊 担任地方父母官 不仅呢 对于地方的治理啊 非常的用心 而且呢 还鼓励啊 百姓啊 勤勉于农士 而且呢 对于当地学风的提倡啊 他也呢 非常的 注重 所以呢 在地方上面啊 大家呢 对于这位惠县长啊 考评都很好 那后来呢 惠仇呢 他就攒了一些钱 然后呢 在家里面啊 就盖了一个阁楼 而且呢 还啊 上请啊 丞相 为他提示 为他这个阁楼啊 命名 所以呢 这位丞相呢 他也参考了 他在那地方上的置疾 百姓对他的爱戴 所以呢 就为呢 惠仇的阁楼提名 叫做景延 景延呢 就是呢 伟大的言论 作为呢 对于啊 惠仇呢 他在地方上 表现的一个 这个包养啊 所以惠仇的子孙呢 就以呢 这个阁楼的名字 而立堂 景延堂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 其实呢 很多的历朝历代的 这些官吏啊 其实他们都很廉洁啦 那很廉洁的情况之下 他不贪污 他也不收贿 所以呢 一般呢 生活都很辛苦啦 可是为什么 像这位惠仇啊 他在呢 宋代啊 他也不贪污 也不收贿啊 可是呢 他为什么会有余钱 来盖阁楼呢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呢 中国两三千年的 封建王朝里面 各位猜猜看 哪一个朝代 对于官员的待遇 是最好的 就是宋朝 宋朝对官员的待遇 是最好的 即便是那种 不太重要的 闲散的职官 其实那个俸禄呢 不仅可以 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还能够攒一点钱 那更何况是县长了 县长算是 也算是地方的 父母官了嘛 所以呢 平均来讲的话呢 因为宋代 他的物质文明啊 相当的高 虽然说呢 他在武功上面 不是像汉唐一样 这么的雄徒霸业 可是他在呢 内部的这种 经济的提升啊 这个文化的提升啊 都是首居一指 在中国的 两千多年的王朝里面 所以他对于官员的 这种照顾啊 也算是很优厚 所以呢 慧丑才有这样的余裕 来盖这个阁楼啦 好 那我们看到呢 历史名人 谈到慧姓 就一定要呢 谈到这一位慧师 慧师 我们先前也跟大家 介绍过对不对 他呢 跟谁是好朋友 跟庄子啊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呢 他跟庄子啊 有一次呢 在桥上有一番对话 还记得吧 有吧 我们讲过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有吧 有啦 所以那一段对话的话呢 也是蛮经典的 也是变成后来啊 大家呢 在呢 论辩的时候的 一个技巧上面啊 把它作为一个经典 那慧师的话呢 那慧师的话呢 他在呢 这个文献上面 所留下来的资料 其实还有一个 蛮值得大家来思考的 我们看到 慧师这一段介绍的 导数二四五 第五行 有一个 立物时事 那么这个立物时事的话呢 就是目前我们仅存 算是最完整的 关于呢 慧师的 他的思想 的一个记载 他有十道命题 这个所谓的命题就是 十句话 然后呢 这十句话里面 能够提供给我们 来做思考 这个总共有十件事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没有办法 一一讲 我们举一两个 来当做一个例子 他呢 讲的一个 一个命题 他说 至大无外 为之大一 至小无内 为之小一 百花文的翻译就是说 有一个东西啊 它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呢 没有外援 就是没有边界 这个称之为大一 那至小无内 有个东西呢 很小很小 小到呢 没有呢 这个核心 这个叫做小一 那现在呢 我们能不能够理解 所谓的至大 所谓的至小呢 以往呢 在古代呢 他们都认为说 哪有什么东西 是大到没有呢 边界的 哪有什么东西 是小到没有呢 核心的 那有人就说 有啊 有个东西 没有边界啊 你看天啊 天是没有边界的啊 地也是没有边界的啊 那你说 好那你用天地 来说至大无外 那什么东西是 没有呢 这个小到 没有核心的 很多人就语色了 就举不出例子来 可是以我们 现在的角度 我们的科学昌明啊 我们都晓得 至大无外 最好的一个典范 就是什么 就是宇宙嘛 宇宙目前为止呢 根据呢 科学家的 这个观察 还有呢 研究 他们认为 宇宙到现在 还在扩张之中 它还不断地在扩张 所以呢 它就是一直在运动之中 一直在呢 行径之中 所以它没有止境 所以当然是 至大无外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聚小无内呢 以前我们都说 那细菌啊 细菌 细菌很小吧 可是细菌里面 还有没有在分析的 可能 有啊 所以呢 透过了很多 显微放大性 不断地去分析 分析 里面还有呢 更小的 还有呢 更小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找到一个最小的 他们叫做上帝例子 就是 已经 目前发现 是最小的一个 我不会讲的 那个术语 我不会讲 是非常小的一个结构吧 那就非常非常的小 啊 名言 夸克吗 我不晓得 不晓得 反正就是 他们已经 突破 以前的 这个局限了 那 那已经是 非常非常细小了 那说不定 未来 还可以有更好的技术 还可以 再找到更小的 好 所以呢 这个在古人的 认知里面 他们都认为说 你这个 似是而非 你这是一个诡辩 好 所以呢 他们都不太了解 这个会师 他到底要传达 这是什么 好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他说 日方中方力 物 这个方生方死 日方中方力的意思是说 太阳啊 从东方升起 然后呢 升到了天中央 这个叫方中 可是呢 当他升到了 天的中央的时候呢 也正是他要呢 悉醉的时候 然后呢 物方生方死 也是一样 一个东西 他刚开始呢 被生成 那被生成之后呢 其实就是不像呢 毁灭的开始 后面这句话 我们可以理解 就比方我们人啊 我们人出生 我们人是不是 小baby刚出生 可是呢 刚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其实他就怎么样 他就已经 迈向死亡了 那方中方力 也是一样 太阳呢 升起之后呢 他一定会吸醉嘛 所以呢 生跟死呢 其实是同步在进行的 会师他要传达的是 生死 其实啊 没有呢 一刀切 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所以他要传达的理念 这当时很多人 都不太能理解 那现在因为我们啊 有比较好的知识文明呢 所以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说 其实呢 他讲的这个道理啊 跟后来的很多 理哲学啦 罗吉学啦 都有很密切的关联 只是呢 在先行时代 他们没有呢 把它变成一套学说 只是提出了 这样子的命题 让大家来思考 那会师 后来因为 他这个立物时事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 他应该跟公孙龙啊 都应该是河流啊 归于一个派别 这个九流池家 公孙龙的派别 我们都知道 他是属于哪一家 明家 那个姓明的明 那明家的话呢 就是呢 以我们后来讲 就是理哲学啦 讲一些逻辑的 讲一些思辨的 所以会师呢 也被这个归类为明家 但是呢 也有学者认为 会师呢 还是属于道家之流 所以呢 对于呢 这个学派的归属呢 还是有一些些讨论 那也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呢 在先行啊 朱子百家 他们其实并没有自己说 我是哪一家 我是哪一家 除了儒家 他是有比较 明显的这个 学说的继承 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怎么讲 有一个 有一个师承关系 他比较明确之外 那你说像其他的老子 庄子啦 甚至于呢 法家的几个人物啊 他们都没有说 我是属于法家 我是跟谁谁谁 统一派的 没有 那是后来 从西汉开始 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坛 开始有所谓的 论六家要职 他们把呢 先行的 这个 这个学者呢 开始来做一些归类 所以呢 司马坛呢 先谈到 有所谓的六家 他大致上来做了一个分类 那逐步的后来 才开始有这个观念说 谁归属于哪一家 谁归属于哪一家 那么就像会师啊 他呢 到底归属于哪一家 其实呢 也是有 讨论的空间 那包括管子 也是一样 管子这本书呢 到底是属于 法家呢 还是属于呢 杂家呢 一样 也是呢 有人 在呢 做一些讨论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个 学派的 分派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 观念 就是那是后人的 判断 并不是他 当时就自己说 我是哪一家 那尤其呢 到了战国 比较后期的时候呢 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看到呢 出土竹简啊 很多的内容啊 就发现 诶 道家呀 跟儒家呀 其实呢 我们在那个文献里面 我们很难去分清楚 它到底是属于儒 还是属于道 因为呢 变成说 诶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啊 所以呢 如到了战国末期的时候呢 逐渐有河流的现象 合在一起了 很难一刀切了 所以呢 这也造成了 我们在呢 整理这些 出土文献的时候呢 做归属上面 有一些困难 所以呢 这种现象的话呢 也请大家 有一个 先辈的了解 我们看到第二个 会信的人物 会士奇 那会士奇的话呢 这是清朝很有名的一位经学家 那么他们家族啊 其实呢 祖孙三代呢 对经学都非常有研究 那会士奇的父亲 倒数第三行 叫惠州替 惠州替 那么 他带呢 易说啦 这个礼说啦 春秋方面啦 其实呢 都有呢 建树 所以呢 会士奇啊 就是继承他父亲 会士奇的学术 家学渊源 所以在这三方面啊 也有呢 很高的一个 这个评价 世人对他们的成就呢 有很高的评价 那除此之外 这个会士奇的儿子 会洞 也是呢 很著名的经学家 所以呢 祖孙三代人啊 在当时呢 可以啊 有这么好的研究成果 是当时代 大家都非常赞赏的一个家族 那这个也值得啊 我们来学习啊 就像现在呢 我们啊 虽然 未必大家呢 以后呢 会结婚生子 可是呢 我想以后啊 大家呢 也可以成为 一方导师啊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机会 成为一方的老师 能够成为啊 这个很多学生啊 向您学习的 一个对象的时候啊 其实呢 我们啊 在师承上面啊 其实呢 也是可以 变成是一个 很优秀的 很好的传统 所以呢 所以呢 中国古代呢 对于老师啊 是非常的 崇敬的 所以呢 把老师呢 摆在呢 跟天地 跟这个国君 跟父母啊 摆在一起的地位 所以呢 天地 君清师啊 被立为五尊嘛 所以呢 中国古代 对于老师的一个崇敬啊 到了近现代的时候呢 慢慢的好像呢 就有一点点 对老师 有一点点 这个 这个 这个低落了 对老师的一个尊重啊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啦 那我们是希望啊 透过呢 一些场合 来重新宣扬啊 师对于老师的一个敬重 也希望呢 能够尊师 那尊师的目的 并不是尊老师这个人啊 事实上是尊老师背后的 那个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它只是一个载具而已 所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 透过呢 老师的传递 一代接一代 所以呢 那也是我们啊 值得来效法的 那其实呢 像他们会是 祖孙三人啊 其实他们也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师承三代嘛 只是不过说 他们的 学习的对象 既是呢 他的尊亲讲 又是他的老师嘛 所以呢 其实也是 老师传承的一个典范 好 那我们看到呢 下面一个信誓 205 是 是 对 后面 后面 他那个是 会酬堂 不好意思 是景延堂 对对对 我刚刚没有 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 那个是景延堂 打字的时候呢 就打到 晕头串巷了 好 所以呢 请大家帮我改一下 是景延堂 好 那205 真信 真这个信誓的话呢 在台湾 在中国大陆呢 都没有列入到百大 那相传呢 古代 真呢 他具有呢 这个 吹制 这个 陶制 吹去的意思 怎么说呢 因为相传 顺帝 他是第一位 教导大家 治逃的 一位 始祖 那他 这个是一个 部落的领袖 始祖的领袖 带领 他的族人 在一方土地 生养 不过当时呢 大家呢 要烹煮食物的时候呢 就只能够呢 采用呢 大自然的一些 材料 比如说 这个椰子壳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或者是石板 或者是呢 木头啊 把它呢 凿空之后呢 做成 木的烹锯 那当然就 没有那么方便 因为呢 以木头 以椰子壳 来烹煮食物的话呢 当然他也会呢 受到一些磨损嘛 甚至于会被烧掉嘛 所以就 没有办法呢 一直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呢 后来顺呢 就发现 他在水边啊 有观察到 有一些呢 黏土 这个土呢 具有粘性 而且呢 他就尝试的 把这个具有粘性的 这个陶土呢 他把它来做成了 这个 这个 烹煮食物的用具 在呢 晒干之后呢 然后呢 再加以把它烤干 结果呢 经过实证之后 发现 很好用 不仅呢 导热效果很好 而且呢 可以呢 重复使用 所以他就呢 发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就教导大家 来呢 制陶 所以呢 后来 他在 真这个地方啊 这个部落呢 在这边啊 繁衍生习 那因为他自己呢 又呢 制陶的关系 所以呢 有一部分的 这个子孙呢 就在这个地方啊 继续的发展 那所以呢 就 这个 以呢 这个地名啊 真 作为呢 姓氏 所以呢 顺的一部分的子孙啊 就变成了 真性的源头 那还有另外一个来源 是来源于呢 夏朝 有一位贵族呢 名字叫做仲真 那仲真的真 后来呢 子孙呢 就以名为姓 这也是呢 另外一个源头 那么 真性的唐号 有一个很特别的 叫做呢 环金唐 那环金唐的话呢 典故呢 是跟梁朝的一位 真兵有关 这位真兵啊 事实上是一个普通人家呀 而且呢 家里面很穷困 他有一天啊 真的是 这个三求水尽呢 把家里面 唯一还稍稍有价值的 筑麻呀 就拿去典当了 筑麻是什么 筑麻是一种植物 因为它有呢 非常好的纤维 所以一般 在古代呢 我们把它 采摘下来之后呢 稍微的把它 这个曝晒 然后呢 可以呢 抽取它的纤维啊 来编绳子 那编绳子之外呢 如果 编得比较细致一点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这个布匹的材料 所以呢 他家里面 三穷水尽啊 连筑麻 都拿来典当了 当然哦 也当不了多少钱啊 但是呢 至少呢 还可以呢 换得一些钱 来呢 接济家中所需 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生活比较呢 有余毅力了 所以呢 就把呢 这个筑麻呀 给赎回来 那赎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 哎呀 这个筑麻里面啊 居然夹带了一个 五两重的黄金啊 我个人读到这边的时候呢 就有点好奇 其实筑麻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它其实质量不重 很轻啊 那它拿了一大把 即使是 荷抱的 这么多的筑麻好了 它去把它抱回来的时候呢 里面夹中了一个 五两重的黄金 它会没有感觉 那个重量不太一样吗 我是觉得有点好奇了 后来呢 它呢 抱回这个筑麻之后呢 稍稍整理的时候才发现 哎呦 这里面居然有黄金啊 而且还蛮大的数量 五两 是很大的数量 所以他呢 马上就把呢 这个黄金啊 送回到当铺去啦 当铺老板呢 当然很感谢他啦 后来这个事情啊 在地方上就传开来了 后来呢 就传到了朝廷啊 朝廷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觉得说 哎呦 真兵这个人了不起啊 这么穷困的人啊 能够食精不昧 而且呢 还能够马上 就送回到呢 当铺去 觉得应该他是 一个好人 所以呢 他就呢提拔呢 这个真兵 这个担任职官 所以后来真兵的子孙呢 也以此为荣 立一个堂号呢 黄金堂 来表彰他的先祖 持经不昧的气节 所以呢 我们啊经常都说啊 我们啊 选拔人才 事实上呢 品德啊 还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至于说那个 他的什么能力啦 他是可以后天 来做一些训练的嘛 所以呢 人才的品性 操守 是最重要的 可是困难的在什么地方 困难的 我们没有办法 客观的去检视 这个人的品性 跟操守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要 要选 选他的德 可是没有办法去评估啊 所以只能够用呢 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就考试嘛 看看你书背的多不多 文章写的好不好 可是呢 你书的多 书读的多 文章写的好 不代表你品德操守好啊 这是两难啊 所以呢 在古代 我们先前也讲到 随堂之后呢 开始科举考试 可是呢 在随堂以前 我们都是用呢 这个推荐的方式 举校联啊 这个举一些 这个地方上的 优秀的人士 让地方父母官 层层往上推荐 那么地方父母官来推荐 当然 最主要呢 还是呢 去选择说 哪个地方 大家呢 对他的考评很好 是个孝子啦 是一个贤能的人啦 是一个实惊不媚的人啦 所以地方父母官呢 可以透过这一些考评 来向朝廷举荐 可是 有没有从中去 孤民钓鱼的 也有 所以呢 这种办法 当然有他的优点 可是呢 也有他的弊病 考试也是如此嘛 对不对 选拔一个很会读书 很会学文章的 可是他的品性操守 未必是很优秀的啊 所以呢 每一套制度呢 都有他的优点 可是也都有他的弊病 怎么样来调和 这两个方式 我想是我们未来 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所以啦 这个 我也曾经 在网络上面看到呢 有一些这样子的 这个做法 有一些公司老板啊 他要面试这个员工 当然 我们投履历 那投履历 投自转 那算是呢 第一个阶段 那老板的话呢 当然如果应征的人多 他不可能把每一个人 都请来面试嘛 所以他就先透过呢 履历自转 来做筛选 筛选到 能力不错的 看起来呢 也有工作经验的 就邀请来面试啊 那面试的时候呢 很多老板呢 他 很用心 他用一些方法来观察 这些面试者 是不是适合 在他的这个工厂 或公司里面工作 那能力的部分 我可以呢 用很客观的方式来检验 比如说 你考到了一些 什么证照啦 或者是你曾经 担任过什么样的职务啊 那个容易 可是呢 品德操守很难 那怎么来检视呢 原来啊 他用一些方法 我看到的 网络上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 这个面试者 就是集中在一个会议室 今天可能请了五位 那五位的话呢 当然就排次序 一位一位进去 跟面试官 跟老板来面试嘛 那其他的人 就在呢 这个会议室里面 在那边等待 那老板呢 就刻意 在地上 这个放了一张 这个很明显的纸屑 就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他就要观察 看看这五位面试者 有没有人 会主动的 去把那个纸屑 捡起来 然后放到那个 垃圾桶里面 那前面几位呢 可能大家心情很紧张 然后呢 看到纸屑呢 就是跨过去 然后呢 就视而不见 然后呢 就到了最后那一位 最后那一位 他因为等待的时间很长 所以在这里面 等待的时候就发现 怎么前面的人 好像都没有把那个纸屑 捡起来丢掉 那他当然也很紧张 他也在准备 等一下呢 要面试 老板呢 面试官可能会问什么 所以他也在准备资料 那一直等到呢 他被请进去 要去面试的时候呢 他就顺便走过去 要出大门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纸屑捡起来 就扔到了认色筒 然后呢 就出去了 然后呢 这个老板啊 面试官啊 其实呢 他有那个监视的录影器啊 在他的这个主事的场合里面 他们就一直在看那个电脑荧幕 看看是哪一位 会去把那个垃圾捡起来 前面四位呢 他们都觉得 好可惜哦 前面的四位条件都很好 可是呢 这个小动作 他们都没有去注意到 一直等到第五位的时候呢 才发现 这第五位 这一位呢 面试者啊 很用心 虽然说 他的条件 没有前面四位好 所以他把他排到第五位嘛 可是呢 他觉得说 这一位员工 他真的把公司 当做是他自己的家一样 当做他自己的地方一样 他会用心来维护 也就是这个小小的动作 然后让他最后却贫重选 所以呢 我也经常 跟学生讲 其实啊 尤其到了面试的场合 到了这种地方去 一言一行 都要小心哦 因为很多老板 会用心观察哦 所以呢 如果你有发现 地上有果皮紫屑 请赶快 第一个率先把它捡起来 如果呢 桌面上呢 有呢 什么查购啦 有什么水质啦 请第一个 去呢 拿卫生子 把它擦干净 当然这个是有一点点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啦 不过呢 这些小动作 其实也可以为你加分啦 所以在细节处 我们多付出 于公于私呢 绝对是 好事一桩 自己的家里 当然不用讲哦 公共的区域呢 我们更应该 大家一起来维护嘛 所以呢 我也曾经啊 请教过我们谢师姐啊 哇 我们寺里面哦 有这一栋楼之外 后面还有两栋楼 对不对 这么大的一个环境 怎么样来维护啊 这个谢师姐就跟我说啊 其实呢 是有很多师兄师姐 大家无私的奉献 轮流来 打扫环境 光厕所 对不对 男侧女侧 这么大哦 然后呢 每一层龙都有 这个一定 需要很多人来维护 所以呢 大家呢 也都是把呢 寺里面的 这个整洁 还有呢 环境 当做是自己家一样 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氛围 也就是在这么好的 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才能够呢 用心学习 才能够呢 用心来 研习佛法 好 所以呢 公共的环境 我们应该要呢 把它当做自己家一样 来维护 好 来 那我们看到呢 历史名人 有一位 曾妃 这位呢 是女性的 这位呢 女性 曾妃 她原本呢 是呢 三国时代 北方的一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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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据势力的太太 叫做袁熙 在第二行 袁熙的太太 可是呢 后来啊 这个 曹操呢 攻陷了这个 袁绍的势力之后呢 后来啊 这个袁熙的太太 这位曾妃 也就被呢 这个 抓住啊 被抓起来之后呢 曹操啊 看她呢 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年轻啊 那曹操呢 想说啊 自己的儿子呢 曹丕 这个也还没有呢 有呢 正妻 所以呢 就把呢 这一位 这个曾妃啊 就呢 嫁给 这个曹丕 作为 她的正事 作为她的正妻 好 所以 曹丕呢 就对她呢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也算是呢 体恤啊 不过啊 曹丕呢 心中啊 一直有个借地 就是呢 她曾经是 别人的太太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变成自己的太太 那她本来呢 是有点抗拒啦 不过是因为父亲 曹操呢 来做主嘛 所以呢 后来就把她 纳为正妻 那纳为正妻之后呢 后来呢 这个 曹丕有 有很多的选择嘛 有一些选择是自己所喜欢的 所以即便是呢 她是父亲 所 所做主的正妻 可是呢 对她呢 也都 有点冷落啦 那尤其到了后来 她 这个 串汉之后 成为皇帝了嘛 那当然 她的后宫啊 家里呢 也很多选择 所以呢 对曾妃 就越来越疏远 那后来 郭皇后呢 也从中啊 去呢 离间两个人的关系 所以呢 曹丕呢 对呢 曾妃就越来越不谅解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就被挑拨了 所以呢 曹丕最后呢 是四死 曾妃 所以曾妃最后呢 是 这个自杀 结束这一生 那 这当然是一个 人伦的悲剧 因为夫妻两个人啊 感情不目啦 所以呢 走向呢 最后这一条途径 那很有趣的是呢 曹丕有个弟弟 叫曹直 曹直有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 叫做 洛神父 洛神那个洛就是 洛阳的洛 神明的神 洛神父 那洛神父里面 讲的是一个洛神 就是洛水的女神 讲她的一个 这个故事 说她长得 很美啊 如何如何啊 那很多人都说 这个洛神父里面 那位洛水女神 其实就是 曾妃的形象 而且在当时 洛神父呢 开始呢 被传扬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都认为 曹直在爱慕 她的凶嫂 爱慕曾妃 所以当然 民间有很多 比较 这个流传的说法 是说 他们可能有 私通啦 那当然 正史上面是没有记录啦 那大家就参考一下 所以呢 这种人伦的一种纠葛 的确是 蛮值得 大家玩味 那也值得我们来做借敬 那其实 人伦这种感情 常常就是因为 这个朝夕相处 所以会有一些 情愫的发生 所以为什么 传统的儒家 对于呢 这个 男女之别 他会非常的严谨 就是怕 大家如果呢 有接触 有交流 那久而久之呢 就会有一些 微妙的感情变化 那如果呢 没有再事先做一个预防 等到后来呢 当这个情感 慢慢的酝酿 而且呢 越发浓郁的时候呢 要来做处置啊 就会真的伤感情了 所以呢 男女之别 在儒家 在传统来讲的话呢 是很重视啦 但也是 防患于未然嘛 好 那么 那么 再来第二位 叫做呢 曾丽言 曾丽言呢 是呢 古代的医家 他的兄长呢 曾全 他们兄弟两人呢 都是呢 非常 显手于医术 那曾丽言本身呢 他又 最擅长呢 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 在古代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困扰 因为寄生虫啊 在古人的观念里面 他会引发一些 大规模的瘟疫 那其实我们讲 这个瘟疫 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传染病 传染病 比如说 什么口蹄液啊 动物的嘛 禽流感啊 它也会传到人的身上 可是它的代源呢 都是透过一些寄生虫 那尤其在古代 卫生条件没那么好 蚊子 苍蝇 老鼠 蟑螂 那个病媒 的媒介很多啦 那所以在古代 因为这种寄生虫传染 所引发大规模的传染病 这个很严重 一旦疫情没有控制 大爆发的时候呢 就是整个村庄 甚至于呢 整个县 都会陷入到呢 很恐怖的情境 所以死伤的人数非常多 所以甄丽妍 她在这个方面 是特别的用心 因为当时真的 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她专注于 这方面的研究 也在当代呢 起了很重要的一个效果 就是她大规模的去投药 所以呢 不仅仅在病发的时候呢 去做治疗 更重要的是 她在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呢 她就赶快去 去做一些 这个预防的动作 所以才能够控制疫情 有效的减少人 还有处的损害 那她除了 这个寄生棚病的专科之外呢 她其实呢 在她的书里面 也提到了消可症 这是最早 谈到呢 这个消可症的记录 那什么叫做消可呢 其实消可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糖尿病 糖尿病 那糖尿病的话呢 顾名思义就是呢 小姐的时候呢 这个会有一些甜味 所以我们台湾 糖尿病的人口呢 其实也不少 像我的岳母呢 她也有糖尿病 那就可能是早期的时候啊 这个工作太操劳 那身体没有呢 好好的照料 那还有呢 糖分的摄取啊 盐分的摄取啊 其实都过高 那因此呢 就累积在身上 最后呢 就形成了这种疾病 那这种疾病是一个慢性病 它不会马上有利己的危险 不过呢 会带来生活上很大的不便 像糖分的摄取就要很注意 还有水分的摄取也要很注意 那这个 在当时 糖代的时候呢 就 对不起 这个糖代的时候 没有错 糖代的时候呢 这个甄利炎啊 就已经开始 有关注到这方面的 一些记载 那 当然现在呢 我们检测糖尿病 有很多的方式 那还有检测我们的血糖 我经常会看到 这个有人就会带一个随身的 像是 这笔吧 它就稍微这样扎一下 然后呢 就用仪器来检测嘛 那个好像也 也越来越小 可以随身攜带 那随时能检查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那如果真的有比较高的时候 就可能要立即要吃一点药啊 然后来缓解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文明病吧 那所以人口越来越多 我讲的是糖尿病的人口越来越多 那尤其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 普遍啊 都不喝白开水 对不对 都喝什么 都喝饮料 当然我想在座的各位 比较不会去接触到 外面的那些饮料 那即便是那种 标榜呢 是用呢 茶所泡的那一些 这个手摇饮料 然后茶饮啊 其实很多都不是 茶叶泡的 是有一种叫做茶经 他们俗称叫茶经 它其实也是一种化学的一种呢 产物 然后去冲调的 所以你喝起来是很有茶的味道 事实上那都是化学去调出来的 所以那个东西还是尽量 不要去饮用 那当然在便利商店里面 我们看到那种罐装的饮料 瓶装的饮料 也是一样 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防腐的 这个成分 所以吃在肚子里面之后 如果大家平常又没有运动 没有流汗 没有呢 去这个大量的去循环 那很多东西都是留在身体里面 那个久而久之后 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好 来 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姓氏 206 麴姓 麴这个姓氏很特别 这个麴的话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字 大部分都是用在什么 用在一些发酵的菌种 什么红麴 这个做面包 做馒头 经常都会用到这种麴 其实它也是一种姓氏 它的姓氏的人口很少 所以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都没有进入到百大 那菊姓最早 其实不是写成这样子 最早它是写成菊公的菊 那菊公的菊 它又是从姬姓派生而来的 怎么说呢 相传姬姓的祖先后继 有一位孙子 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掌文 写得很像古文的菊 昨天我们也介绍到 那个掌文命名 对不对 所以这个菊呢 这个当然现代的笔画是很复杂 那么菊这个字 它的古文 其实最早的时候 是没有格字边 是没有格字边 只有右边那个偏旁 那右边那个偏旁的话 我们看到那个中间 很像的米的那个笔画 其实就跟掌文很像 掌文我们经常都是 除了三条比较深的掌文之外 还有一些比较细的一些掌文 所以如果把它 这个仔细来看 其实有一些人的掌文 真的就会组成 好像米的这个构型 所以因此就把 这个小孩子的名字 就命名为菊公的菊 那后来呢 他的后代就以他的名字 作为姓氏 所以就世代相传 后来有一部分菊公的菊的姓氏子孙 就改为了这个渠 就变成现在渠的源头 那渠性的起源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周朝的渠官 里面有一个官名 叫做渠人 那渠人的话 他的业务范围 就跟酿酒有关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跟发酵有关的 所以像这个做馒头 做面包 还有包括做酒 做酱油 它也都是跟发酵有关 那所以那个渠 就是一种发酵的 算是菌母 所以这个渠人 就是掌管酿酒 所以后来的渠人 他们的子孙 就以渠作为姓氏 那当然在古代 酒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生活的 算是物资吧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是生活七大事 其实酒也是在其中 那当然酒还可以用在祭祀 尤其在古代 他们对祭祀是很看重的 所以酒的需求量就很高 所以渠人这种职官 在朝廷 在民间 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 后面唐号的部分 有一个唐号叫做会正堂 会正堂典故是跟唐朝 旺江献立 瞿信林有关 那么这位瞿信林 也是身为地方父母官 非常的关心百姓的福利 那大汉的时候 没有下雨 瞿信林就会率领百姓 去向天助导 所以往往瞿信林 只要去助导 马上就会有反应 很快就会下雨 所以地方上的百姓很感念他 照顾百姓 所以在瞿信林还活着的时候 就帮他建了生词了 这所谓的生词 其实就是人还在世 就已经为他立牌位 素神像 把他当作神明来供奉 所以在古代很多百姓 为了要表现他们对于 长官的爱戴 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包括唐朝时候的大文豪 韩玉当年在潮州 虽然说在潮州 这个时间不到一年 可是他离开潮州之后 潮州人都为他建生词 来纪念韩玉的攻击 所以在唐朝 好像蛮流行 为官员立生词 所以后代子孙就以他 照顾地方百姓的政绩 作为典故 立堂号 惠政堂 历史人物我们看一下 除了刚刚讲到的 瞿姓玲之外 还有两位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位叫做瞿裔 瞿裔的时代 是在东汉的末年 就是跨越到三国的时代 瞿裔 本来是韩父的部下 后来又转头到元少 去当元少的将军 后来在戒桥之战 瞿裔就以八百弓箭手 大破公孙战的五万大军 这个是以寡击重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 那么也就是因为 在戒桥之战 元少因为瞿裔大破公孙战 让公孙战的势力 没有办法从东北往南延伸 所以保住了元少他的地盘 而且不仅瞿裔 能够以寡击重 而且还能够解救包围的元少 让他能够突破重围 所以元少对瞿裔 就非常的信赖 而且为以重任 当时因为元少的势力 他在北方 所以他就跟更北部的 少数民族匈奴 就有一些截然 所以就有一些 跟少数民族的一些争斗 所以瞿裔也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瞿裔因为屡历其功 元少也对他非常的信赖 常常为以重任 慢慢的他就恃宠而交 恃宠而交之后 当然有一些事情 就比较没有节制 所以就充犯了 这个元少的禁忌 所以元少 当然很感谢他当年 能够解围 让他保住性命 可是 这个身为 长官身为领导 身为一国之君 其实最不能够容忍的 就是 这些城下们 城属们 对他 在言语 在动作上面 有一些冒犯 所以元少 最后权衡之后 还是把屈翼给杀了 所以屈翼的这个事件 也让我们有所警醒 即便我们 有一点点小小的攻击了 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了 还是要长保谦虚 免得在身旁很多人 其实会对我们有一些 维持的人 或者是觊觎我们 或者是羡慕我们的 这个成就的人 不要让他们有可乘之机 不要让他们有机会 去破坏我们 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 好 那当然 屈翼的这个事迹 在三国演义里面的记录 跟三国志里面 证实的记录 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三国演义 罗冠中说 屈翼在借桥之战 就被赵云所杀 其实不然 其实在后来 这个曲艺 还跟小处民族 还有一些争斗 所以并不如 小说的记载如此 所以正史跟小说 还是有一些情节的雷同 所以也提醒我们 我们在读小说 当然可读性高 剧情更高潮迭起 可是不要忘记了 如果想要去考证姓史的话 还是要回归到 三国志等等 正史的材料 才不会误会了 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跟行仪 第二位的话 徐宇 他是西晋末年的大臣 他的事迹 当然主要还是在 跟靖敏帝有关 靖敏帝的话 他是后来被永利的 一位靖朝的国君 因为当时 靖国内部 西晋的内部 有一些动荡 有一些反叛的势力 开始起伏 所以靖国的 靖朝的朝廷 对于平定 各地方的诸侯的叛乱 也是焦头烂额 所以几方的攻略 也导致朝廷的动荡 所以靖敏帝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位的 靖敏帝即位之后 对于这个取允 当然也很信赖 可是后来靖敏帝 还是被迫 投降了 这个反叛的势力 汉兆 所以在第九页的最上面 被迫投降之后 这个靖敏帝 在离开国度之前 就很感慨 很叹息 误我是者 取所二公 这个取的话 不好意思 那个字就打错了 事实上左边那个脉 应该要用正体字的脉 这个取所二公的取 就是取允 所以后来靖敏帝 投降了赵汉 把他幽禁在牢狱之中 所以赵汉的皇帝 刘冲 对靖敏帝 就不是非常的 后代 后来 这个取允 也辗争听到了 靖敏帝 对他的抱怨 认为说 靖敏帝 最后 被打入大牢 投降敌人 是他所牵连的 所以取允 听说之后 就伏地豪哭 不能起身 认为自己 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靖敏帝 后来 刘冲也听到了 这个事情 就非常的生气 所以 也把取允 给关起来 所以最后 取允 受不了内心的谴责 所以最后 是在狱中自杀 刘冲 后来见到 取允 因为自救 内责而自杀 对于他 后来 以死来殉国 以死来谢罪 以死来 报答 靖敏帝的 知遇之恩 对他 也算 还有一点点 这个认同 所以就追赠他为 车济将军 事后 叫做 杰敏侯 所以 身为 国家的重臣 一言一行 一个念头 一个举动 其实都关系着 国家的走向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 有机会 能够在一个决策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都要很小心 很周延的来思考 征询各方的意见 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 尤其如果我们的长官 对我们很信任 长官都说 没关系 这个事情 你全权负责 当长官 给你这样的权责 让你全权来负责 这个事情的成败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要戒身恐惧 虽然说长官 说让你全权负责 可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是要 实时的跟长官回报 我们承办这个业务的进度 结果困难之处如何 评估未来 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做法 还是要 实时的跟长官报告 请示 那长官才会知道说 不错 你 虽然说 我交办给你 让你全权负责 可是你还是会 尊重我 让我知道这个事情的发展 长官对我们 也会更加的信赖 所以 有机会做决定 还是要小心 多了解 多观察 多听大家的意见 再来做综合的一个决定 所以 这个瞿影给我们的启发 我们也可以谨记在心 免得一失足 就成千古恨 好 那时间的关心 这位瞿智站 我们就不细讲了 就请同学们 自己参看 好 那我们就翻到后面 我们看到第207个姓氏 家 家这个姓氏 居然也是个姓氏 我们很难 这个联想到 原来家也是个姓氏 那么家姓的话 是在台湾 在中国大陆 都是很少见的姓氏 所以都没有进入到 百大之列 家姓最早 是从基姓派生而来 我们看到 说明 周幽王时候 有一位大夫 叫做家辅 是周孝王的儿子 那家辅 他看到 这个周幽王 贪恋酒色 不理朝政 所以就很不满 所以家辅 就写了一首诗 叫做 洁南山 洁南山这首诗的话 也有收录在 现在的 诗经的版本里面 那家辅 那家辅呢 写这首诗 就是要 讽刺 周幽王 那当然周幽王 他一定辗转 也听到这首诗 不过呢 他有没有 虚心接受呢 没有 所以周幽王 最后呢 就导致 西周的覆灭 好 所以一旦 我们 误入歧途之后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行为举止 观念偏差之后呢 其实很难 要把它调整回来 除非你自己下很大的决定 否则很难呢 去把它呢 拉回来 那所以你看 这个周幽王啊 他的资源更多 身份这么崇高 谁劝得了他呢 谁能够阻止他呢 所以呢 后来呢 就因此 西周就覆灭了 那这个家辅的子孙呢 就以家 作为姓氏 也算是呢 纪念一代祖先的 这个 这个丰功伟业 那也希望呢 家辅的这个 忠心耿耿啊 能够为后世 所知道 那还有另外一个来源 是呢 春秋时代 晋国的大夫啊 家 仆 图 好 啊家仆图呢 后来呢 就以家仆为姓氏 后来呢 又把它简化为 家氏 这是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 是春秋时代 鲁国 有一位大夫呢 叫做家居 是呢 鲁庄公的孙子 后来呢 也以家为姓氏 这是第三个来源 好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 好 等一下再回来 好 belli 不是 embarrassing 有一点 由 employees 相聚 做家 为 我 이스 总 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